我還是要再次的感謝各位 我們彼此一起共同hold住這個平台 為什麼說經營這麼辛苦 還要堅持下去 不為民不為力 那為了什麼 如果為民已經當了12年的校長 你還在求什麼 為什麼還要堅持下去 如果為力再怎麼算 你再怎麼算你就不合了 絕對了解 大家都可以算 是在堅持什麼 其實我覺得總共在想一件事 民生有時候不是命到命 有時候在每個人的心目中 還有一份價格存在 其實我堅持這個平台 繼續的運作下去 有我堅持的運作 我看到我們這麼多的資工 這麼多的老師 還有這麼多的學員 這麼快樂的在這個平台 在這個學習的原地裡面 大家彼此交流 彼此學習自己想要的 這課程也好 或者興趣也好 那一份情感 那一種成就感 是沒有辦法比 雖然是非正規教育 但是願意在這個平台上 跟著我們一起來學習的 這個我們社會人士 我們民眾相當的多 也相當的踴躍 那最主要也是來自 對於學校所安排的 課程的一個肯定 也對老師的授課 一個肯定 永續的在這個平台上 彼此一直交流 當然其實功不可奉 也是我們這些行政人員 其實我們是相當的辛苦 各位看到我們就那幾個人 那我想我也有答應 這個學期我一定克服 萬般的困難 我們也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好的場地 能夠讓大家的這個學習的成果 再次跟大家分享 才結束 所以請老師們都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那麼以前禮拜六是有授禮 那現在想念就是週六就是休息 不要再出來加班 所以星期六我們就不授禮 月三十號這一天呢 是我們這個 申請免徵健保補充費的結審日 請老師們 就是如果你有符合資格的話 請你把相關的資料 還有加退選 那教室總體會每期發放兩次 這個新老師們了解一下 不是每個月發放 那我們第二次就會只發明八次 就會少一次 好 那麼本學期的發放日 暫定在十一月如果有變更 例如說你的名字 實惠款的帳號 請通知一下教授 因為我們曾經發生過就是 老師改名字 我們會不過去 老師改名字沒有告訴我們 凡超過七萬三 然後七三零零一七三零零二 超過就一個幾句來扣腳 那扣腳 老師知道了 就是... 那麼...